苏一鸣是首次参加冬运会 他将会参加单板滑雪公开组男子大跳台和泼面障碍技巧的比赛 今天上午9点是公开组男子大跳台首次公开训练的时间 苏一鸣准时到达赛场并且开始了训练 这段视频是苏一鸣第二次进行试速的画面 由于受到天气影响 这次训练在上午10点20分左右一度中断 今天是因为天气有一点不好吧 可能会有一些风所以导致跳台没有足够的速度 我们现在也是正在休息 等这个天气变好再继续训练 但是呢我觉得今天也是简单的适应了一下跳台 因为速度不太够也没办法做太多难度的动作 明天还将进行第二次公开训练 而单板滑雪公开组男子大跳台的比赛将会在2月21号进行